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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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y 你好 你好 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一個星期 首先有很多聽眾 上個星期早上9點說了一個小時 很多人說你沒有說到蘋果膠要煮 要不需要去皮和煮多少個小時 人們問不回這件事 那沒有你問 沒有你問的時候就差很遠 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說 就算從聽到都沒有說要煮多久 要不需要去皮 不單止這樣 是整個小時不是說蘋果膠怎樣煮 是整個小時說其他東西 那你想一下 就是不是你就不是你 所以你上次說唱歌 我都說人家是想聽你的聲音 理得你的音是高定 總之歪了都不要緊 總之是Sindy 就是Sindy 我還沒那麼快 我一月尾 如果唱了錄了 我就給你一些意見 但今天我真的很想跟你說 我有一份文章出去了 整個印度 一月一日都出去了 整個印度 然後也會經過香港 說說這個開心 這麼難觸摸 你知道嗎 某些音樂 是會令到我們 某些說話會令我們 吃多些肥膩 煎炸菜 有些聽了之後會吃健康一些 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恭喜趙博士 你有一篇的學術論文 好 那就發表在哪裏 那這個就在整個 不同的股票市場裏 那我講呢 那我講了 那我講了不開心 因為現在大家 非常不開心 因為這些東西 你發表在哪裏 我要講一講 那些人在哪裏看到 發表在哪裏 我放了一張照片在Facebook 我放了一張照片 那別人不用去訂 那但是除了你Facebook 除了你Facebook 其實你還發表在哪裏 在這個 在這個 是Bombay 是Bombay 即你知道印度的Bombay 印度的Bombay 印度盲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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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盲買的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 為何會寫到印度盲買 那別人邀請 然後叫我寫 關於經濟的東西 那我覺得 其實不如這樣 我就寫關於 開心和不開心 其實是你自己定的 如果你去 你去全部想 是牛屎的 怎麽知道今年 不是牛屎 那你當然不開心 整個過程是自己定的 那你知不知道 有些音樂 一會我就會講 有些音樂就會定 你知不知道 在一個英國或者美國超市 如果爆發國音樂 而它有酒賣 你會買多些法國紅酒 會賣少些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有些加州紅酒 就是會這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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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多少時間 现在距离开咪咪还有三分钟 三分钟,那我问,有没有时间问你的东西? 有,我问吧,可以 那我就问你了,你去过,你去过人家桑礼,是不是? 去过 桑礼去过了,桑礼那些音乐会想令你吃什么? 会不会想吃炸薯片? 不会,音乐都是令你想哭 所以就是说,原来有些音乐会播出一些声音 但是什么会令你想吃一些重味一点的东西? 是,重味一点,比如吃一些重味一点的东西 因为你的微觉是减低了 就是一些,比如说飞机声,后面的汽车声 所以在飞机餐,通常人们要吃得浓味一点的东西 就会觉得自己舒服一点,因为受不了 飞机餐越浓越难吃 是的,但是你会想吃东西 你不会说想不吃东西 但是在桑礼那时听到这些歌 或者听到这些很惨的歌 除非你真的吃很惨的时候,想不断吃东西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倾向 基本上很多东西都不想吃 音乐很影响 所以新年,圣诞 如果不是做这些东西 你不会不断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所以音乐是定不住会吃什么 所以有些餐厅 他们特别吃一些,比如普通的音乐 是会令你觉得自己高级一点的 哦,选择东西都高级一点的 如果你听着一些更热热的歌 或是跳舞的歌 你就... 那就是薯条 是的,没错了 这就很重要了 你现在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不是每样都是我们选择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 还有你在牙医里 你不会听那些快音乐 你一牙医,你等着 你会听一些淡定 因为他不会想让你,哇,好像别人讲满足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0秒,住着,等着 好好好 現推出特惠價58元價稅 所有地區均可享有為 一連365天全日24小時 分分秒秒回觀你同志親的獎者 機會保用卡可參加金虎大抽獎 密室良機 歡迎前往VIP Express以下地點購買 南三藩市320號Cory Way 三藩市2216號Irving街 Bill Peters 376號Barbering 以負海港酒家5575號Freetport Bolliver 以負紅花超級市場7100號Footerage Road 週末滴碗麵 哥哥哥比面 這麼快到了星期五週末滴碗麵 每次都很開心跟阿兆博士做直播 因為代表有一個週末 尤其是週末特別特別 下一次我們會說明年見 所以我們再見趙博士 明年趙博士早晨 早晨 今次是我最後一次跟你說任何事關於2022年 下次真的變成2023年 很快是嗎 今次跟趙博士聊天 就是2022年的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所以說些甚麼就是明年再說的了 好 首先要跟大家說一說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趙博士在早上9時 早上訪談 說了很多喝喝吃吃 尤其是再教大家做蘋果膠 洋蔥膠 就非常之受歡迎 很多聽眾都說要拿食譜 其中有位聽眾就說 趙博士 蘋果膠和洋蔥膠沒有說到要不要去皮和煮多久 所以在這裡補回問你了 對 我又再加一句 因為那個不是Sandy問我 所以變成你沒有問我就沒有說 如果你不問我也照樣說 那些 intervenin 都不教 dzisiaj 很可怕的 因為很快進就�hook呈描著太多時間 所以你既然今天這樣問 妳確 Call earlier 一定是有機蘋果約定 如果是沒有機的 你要參加 Almighty 要查看蘋果上的蚕 那些是否真是能清潤 所以通常會薄批是非有機 首先蘋果皮是有益的 但是它不能含其他 Made in in 用這個濃縮版 这个叫苹果胶是一个浓缩版的苹果 拿出精华去医治身体、调整身体 不可以有些农药、杂物在里面 要不然就会弄到它坏了 所以最好就是买有机的 如果不能买有机 你说搞不定 那就唯有批皮 但是有些农药会进入苹果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那个有保留呢? 就是跟大家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那你宁愿不要喝 因为如果你喝了下去 做这个东西的浓缩版 你宁愿吃苹果 但是如果你去做苹果胶 而不下皮就差点了 下了皮那些皮又不能用的 你就买一些没有机的 又差点了 差点差点不如不要弄了 对不对 记住一定要买是有机的 对了 对了 另外还有 如果你能够不是贪香甜口 最好就买青色的granny smith 苹果 因为这东西是很影响 它有多少胶走出来的 不同颜色的苹果 特别是青苹果 比红色的苹果更多胶 比红色的苹果 青苹果更多胶 对了 另外就要煮多久呢? 煮多久就好看你住在山上 还是山下面的 住在香港还是美国的 Roughly就是90分钟 Roughly 而煮了90分钟之后 就出了一个叫苹果的pre胶 因为你要隔掉苹果之后 再煮多差不多一个小时 才会变成结胶 因为有苹果在这里 它结不成胶 哦 那就是说要煮两个多钟了 第一煮就是90分钟 隔掉苹果之后再煮一个小时 Roughly 是Roughly 因为有些人住在山下面 有些人住在山上面 有些人住在山里面 山洞里面 变成了他全部听了90分钟 他说不是的 为什么差这么一点呢 所以有些地方是要 如果用高压煮也不一样 所以变成了这个是 还有千万不要打碎苹果 因为打碎苹果 就影响了他一些能力 刚刚入了我今天想说的那题 就是你知不知道音乐 是会影响你吃什么东西的 这个稍后再说 我们再说回这个 说回这个 好 大家就知道了 第一转煮就是煮90分钟 隔了渣就再煮一个小时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 另外 也有人问到哲博士 他说洋葱膠要加水 到是否跟洋葱平的呢 即是加多少水呢 首先你那些洋葱 我跟KenKen说了 你应该要炒一下它先的 因为如果不炒它 那些洋葱就很挺身的 那苹果不同 它虽然是挺的 你煮一下它就全都淋了 但是洋葱就很难淋了 而当你要落成20只洋葱 在煲里面 你要很大的煲 最好就是切了洋葱 那个时间就去放在锅上 煮至它软一点 然后再放在煲里面 再煲它 而当你这样做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法 那些水就蓋着洋葱 刚好 但是如果那些洋葱很挺的时候 你蓋着洋葱 你就会加多了水 因为洋葱本身 是一块块的 它会压很多位置 20只排位置很高 如果你落满水 你就高过头 多水过头 那你就煲很久 因为你要基本上去掉水 去浓缩它 但是那些都是pre胶 你要隔走洋葱渣 然后剩下的pre胶 再煲才能够变成结胶 那大火还是小火 这个很有趣 如果你是大小火 最好就是 如果最高级 最高境界 就是去炖它 即是说外面有些水 里面是有 隔水炖 是的隔水炖 如果你能够这样 那便非常好 但如果你不能够这样 那你的火候 总之 你如果是要去水 因为你下了太多水 那你就大火 但如果你的水是较适合 你小火 就更好的 其实这个是你想它 你想它去到了pre胶 那段时间 你想它慢慢走出来 因为同一个道理 不要打碎洋葱 不要用搅拌器 打碎它 不要打碎苹果 都是因为你想它 当你打碎苹果 如果你想吃牛 或羊 吃猪 拿一块碎苹果 碎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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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有这些情织 就问要拿食譜 那其实你可以重温上星期三 就可以一个完整整 教你如何做苹果 洋葱 你可以听多少次都可以 上我们ChineseRadio.com 然后点击这个节目 重温粤月宇台 选上星期三 早上9点就能听到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我们要恭喜赵博士 然后再来说 喂 在这里 好了 我们总共完整 是43分 嗯 现在回来 应该还有8分钟左右 对 所以很奇怪 就是印度那边 邀请我写进去 还要写进去 finance的东西里面 你想想 有时候 你吃不吃咖喱 有很多咖喱 我很喜欢吃咖喱 对 既然写开了 如果在那里出了名 就有些人 有很多咖喱 所以你想想 有时候你做一个 做资料 做不同的东西 健康 其实那些人都一样 需要健康 这个又是 有些奇怪 印度 印度的经济日报 这个 属于是finance的 即财经的 叫你写快乐 这篇文章 快乐是我选择的 因为他跟我说 我很想你进来写些东西 然后他就 他说你写什么都可以 然后你写什么都可以 然后我说 如果什么都可以 我就做些东西 我平时不能写在哪些地方 所以我选择下去 所以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不是有一个很大的 印度客奴 肯定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客奴 没有那么重要 变成 既然是这样 我写些东西 我写些东西 第一不要冲撞 然后我说 开心 就好看你自己定 还有你定了一样东西 是不是人家定给你 接着不适合你 就是我写在里面那些东西 但今天我想让大家知道 真是食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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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和赵博士聊聊天 刚才在校图之前就说 我们要恭喜赵博士 原来赵博士就刚刚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 就在印度孟买的经济日报 也挺奇怪 为什么印度孟买的经济日报 邀请你发表这个论文 那你就可以一样这么说 就说 为什么我有个TED TALK 是跟白人说话 就是西人说话 所以有时候你走到哪里 就遇到一些情况 我们中国人都有 在一些小说里面 就说 阳哥 或者是哪里 去了某些地方 喝马奶 所以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分享给你听 那我就用回我的角度 就写一些东西 是奇怪一些的 就是 开心呢 其实就好看 你是别人定给你 接着你跟着他 其实你最后不开心 不过他就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你做到 另外是 其实你自己有没有发现 你其实需要定自己 是需要些什么开心 就是那个文章 就是这样说 那其实呢 今天呢 我就很想带给大家 因为新年了 新年你会听到 很多音乐 很多奇怪的东西 其实飞机声 是会令到我们 这些资料来的 是会令到我们 吃多些重味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味觉 飞机声 对 我们的味觉减少了 因为听着那些吵音 那些白声音 听到飞机声 想一猜猜猜 你就会想吃些 重味一点的东西 那些资料是这样的 像飞机餐那样的 重味 或者他可以选择 你都会选择一些 重味一点的 譬如蕃茄汁 你平时不会喝 但在飞机餐里面 还要有辣的蕃茄汁 可能你会想辣的蕃茄汁 会是这样的 因为蕃茄有些 有些乳茄汁的感觉 然后你就想更重味一点的 但反过来 如果你想吃薯条 吃那些东西 你不会听 classical music 你不会听着 Mozart 听着那些 吃薯条 你知道吗 有个study 吃薯条通常就是 听一些很轻快 很rock的音乐 很rock的 没错 那些又会影响 那你说 其实圣诞 当时播个Jingle Bells 播那些东西 其实有没有影响你 绝对有影响你 选什么吃什么 一个气氛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听喪禮的东西 关于哪些人 你会不会想吃炸薯片 炸鸡 炮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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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想吃炮鸡 会不会 没错 你知不知道 英文有首歌 Eric Clapton 他儿子在第五十三层楼 跌下去 那一刻 他就有那首歌叫 Tears in Heaven 你也认识 我明白 你想想 他第一句就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你想想 你以为这一句 一直在吃薯片 你想想 如何一直在吃薯片 除非你被一些东西影响了 你听某些歌 你真是做不到 所以歌 音乐 歌词 是很影响 你去超市 你的食欲 对 超市里面 他刚好有卖酒 然后 如果你听法国音乐 你的倾向资料 是说我们倾向会买多些法国红酒 就买少了加州红酒 如果在加州超市 这就是说音乐和歌词 很影响我们的决定 还有一件事会影响 你的腸里面那些 那些 那些叫益生菌 那些菌 又会影响 所以变成了 再加上第三件 我们的经历 以前的经历 可能真的听这些惨的歌 你真的会 想买多几瓶红酒 所以好看个人 但是整体来说 通常播出一些很惨的东西 你真的未必会 想吃薯条和炮谷炸虾片 根本没有吃肉 如果听一些很惨的音乐 所以为什么有声声的餐厅 三声 两声 一声的餐厅 总是播出一些很轻松的古典音乐 那你吃肉就大增了 是不是这样 你想想买衣服也是 你想买些 你想不想着个荷包 总之最重要是 要漂亮的 要扮成一个妆 很闪的 贵一点也不要紧 他会不会播出一些很理性的音乐 譬如牙医 他会不会在等牙医去看你 会不会播出一些很rock的歌 令你很紧张 当然不好 因为你已经等了一小时 很多人会吵的 有时候等医生 他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如果播出一些很rock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急 很紧张 如果你播出打工仔 可能会令到你很紧张 但如果你播出一些很轻松的 很轻松的 整个人都会说 等久一点也不要紧张 我们做人要这样 所以我们是比音乐和噪音 可以影响我们吃的什么 嗯 所以音乐绝对影响到人的食欲 如果大家没什么胃口 去听一些轻音乐 或者有胃口也不顶我 或者你不想吃东西 就听刚才《Tears in Heaven》 听完之后 想到这些很惨的东西 哇 挺好 会瘦了身 因为你肚子看你自己是否这种 但如果你是这种 通常就会变成了 哇 这些东西 令我想回一些东西 我不想吃煎炸东西 我想吃一些沙律 反过来听到徐小冯 听到什么 你会不会想吃沙律 是不是想听着沙律 去吃 即是你有不同的音乐 是会配搭食物的 例如我们吃糖餐的喜庆音乐 例如去喝酒 是 是 对 你想想那些音乐 譬如别人结婚 你当然想大鱼大肉 你全部放些干粮 还有不同的音乐 声音咬下去 辣一声 大声和小声是一种 但还有高音和小音 和低音 譬如生菜咬下去 一口咬下去 一口咬下去 你会觉得很新鲜 很新鲜 很爽 很爽 爽 新鲜 但反过来 你听完这些音乐之后 你可能觉得其他东西 没有那么好的 其他东西 没有那么好的 如果有些东西 辣辣声 炸得好些 你吃的东西是软一点 你会觉得很干 反过来 它本身不是那么干 所以配搭 套餐和所有的环境 和你的记忆 都很有 全部都有一部分的影响 是的 但是你说记忆也是 譬如小时候 吃东西 有些音乐 你那时候听惯的 如果你突然听回 以前小时候的音乐 你会突然想吃那些东西 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 其实我跟你旁边 说过很多次 我这里又再提一次 就是Cindy的声音 无论你唱得对 和不对 是很多人想听的 因为听惯了你的声音 你唱什么都可以 你怎样唱都可以 因为都是会很受欢迎 因为就是听惯了你的声音 所以有很多卡通片 找一些人去配音 就是找回你听过的声音 因为会令到你觉得有亲切感 是的 是的 我记得 是的 你的声音很有趣 真的令到大家熟悉了 有个舒服 有什么问题 记得听过你的东西 安慰过大家 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可以 你的声音 所以这个就是 美声就这样来的 好 谢谢赵博士 今天先聊到这么多 如果大家想看 赵博士那篇论文 学术论文 可以上赵博士的Facebook 也能看得到 否则你要去到印度 猛买买经济日报 但是上你的Facebook 就能看得到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经过 好 新年快乐 是的 明年见 明年见 新年快乐 拜拜 梁全辉铁打师傅 正义骨身重症 是的 明年见 是的 很快 一年时间 是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Data 就是那个Data 你真是熟悉很多歌 我提亲那些 你都会知道的 是的 那些旧歌就知道 现在新歌就不太知道了 但是你旧歌 那些音乐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就是 当你一熟悉了 你就会熟悉到 不知怎样 是的 而且你会记起 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是的 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声音 是的 音乐就是这样 是的 但是歌词就是很厉害 譬如很多人说 给多些时间 它会令你跪低 它会令你心裂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你熟悉了歌词 在一个用途里面 别人一说 给多些时间 你听一下这些 你听一下这些 说这个不行 还有那首歌 当它够响响的时候 它就可以重新了 别人的信念 因为它 是的 它超级的 说服很重要 譬如 如果我跟你说话 那些有鼻音 说服力是不是不那么好 是不是不那么好 但是如果我说话 我的声音 是 你听到有亲切感 又没有鼻音 那个感觉 是舒服很多 而那个舒服感觉 就是可以定到 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 有些人做极都没有反应 而且声音很重要 噢 是的 你想想 又看不到你的样子 其实你的样子是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 我听你的声音 哇 以前做广播 香港那些 就是最多 那时候的样子也看不到 是的 其实那个样子不重要 最后的样子还不重要 最后我们大家 都是 好像香蕉那样 起了点 有些梅花点 你又不见那些雀斑 叫做梅花点 那些是梅花点 对不对 对 你想想 其实我们人 都是一些很感情的 类型 变成了 不同的东西 我们就有反应 其实你的声音 怎样 谁发挂你的声音 咦 没有人发挂 我自己认证 那很多人排队 想做Sindy 又不见她坐在这个位置 是 那你也知道 我们在这里做很低工 你猜人人都可以 捱得这么久 那反过来 又可以说 你不用做 你一生出来 已经不用做 是 当然不是 当然要做 那就没办法 所以 我们可以 第一 用不同的角度 看一件事 另外就是 你本身 一定是有人发挥的 否则 所以你如何唱 你出碟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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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笑吗 真的被人笑 你理得有没有人笑 你最重要是没有人买 是的 你知道吗 有个叫Will Ferrell 是做搞笑戏 另外香港有个叫周星馳 是做搞笑戏 他是被人笑的 当然知道 你想想 被人笑 他就发了 因为有人买就可以了 你理得有没有人笑 还有 很多人是不能让人笑 见到他就会哭 见到他就会生气 你宁愿别人见到他就会笑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那些数据 数据就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东西 人家和我定 就说 你看看你 你被人笑 你又不懂得反驳他 因为你未有那些数据 现在你有了我的金句 你记得 被人笑就好 难道你想被人哭 对了 被人哭 被人生气 见到他就像个生气 所以 所以其实被人笑 不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反过来 你被人生气 就挺不好的 通常 你不会说 别人生气你 之后就给你很多钱 你又发达 不会怎么样 那个都挺肯定是不好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对 对 还有 你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没有时间 没有 我想问你 你随值会去哪 随值会去哪 即是新年 假期来的 你会不会出埠 玩什么 怎样出埠 现在的新官 周围都是 我家里有两个女儿 和老婆 我这样搞法 就是拿来搞 不是 我们这边很多人去旅行 还有就是人壁人海 所以我就宁愿 我宁愿选一些不是假期的 一起去一些地方 我通常喜欢去一些没什么 这么迫的地方 他们学一下 我所有东西都围绕着小朋友 以前我还是单身 我没有想到身边的人 当结婚之后 没有想到下一代 当生了小朋友 现在只想他们 但是开心很多 开心很多 是的 每一样东西我都会想起 就是 好像在这里 我所说的东西 都会想起 他们会听到一份 很好 一煮两食 如果反过来 我不用想他们说什么 我可能说的东西 和做的东西 全部都不同了 所以就想起 其他人听到之后 这个人 好像想起其他人 其实我只想着我的女儿 其实挺有趣 有些东西可以活动 所以我们的摆位 是可以影响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你说问我新年 我会去哪里 我以前都不会 以前没有新冠 我都不会和别人逼 我会选择 每个都回工之后 我就去了 我就去了 或者别人在拍污蝇的时候 我就出现了 因为第一 令到他开心 他在拍污蝇 我出现我更重要 是吧 是 我现在在后面 我有个装修 那个人和我做这些东西 他本来很大牌 因为他很厉害 但是他下一年 所有人和他做泳池 那些东西 全部都没有了 哎呀 到我给他支票 因为我又知道了这件事 哇 他对我多好 是的 当然 又送这些东西 又送那些东西 当然 所以你要摆位 如果每个都聘请你 那段时间 你又给了一件东西 人家就觉得 都是差不多 但如果他什么都没有了 那一刻你给他一些东西 我不用给你碗热烈烈的 那你郎没有被饭吃的时候 他会觉得 真的很好人 所以我供你吃饭 又有人 fulfil走 什么鱼翅 都没有啦 没有啦 因为正在你平时 你焦头早就吃鱼翅 早餐食鱼翅 我 明天来找你在吃鱼翅 因为之後早上我也吃了 我已经不想吃鱼翅 所以这个就是contrast 我们有contrast contrast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们平时看开心的东西 当我们有些东西是哭 很重要 Eric Clapton 的歌曲也是这样 他在《Tears in Heaven 》发了 因为是这么多首惨的歌曲 惨得过 你比较惨 人家通常走了之后 就播出他首歌 每次播出都有royalty收的 你不用跟胎心哥去比较 对 没错 但他作试时没有想到这件事 他那件事重要 你知不知道他那件事是什么事 他儿子飞下去 他很小 四岁五十多层楼 五十三层 走下去 在朋友的地方 之后他就没有去 有些人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人 在你生命中 你就完全什么都不再做 他不是的 他就写了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出来 既然就很重要 说出他的心声出来 所以这些就是 起码 当你的心情不好时 你不适合听一些锅的东西 譬如你听Neil Diamond Sweet Caroline 当死了人的 走了的 你不会选择他 你会选Tiers in Heaven 所以这个 还有他说自己的 但他说他不能留在天堂 你想想你听一个人说他自己 但说他自己有多惨 还有很真 最重要是他真 还有他真是真的 像我这样 我有时会说 我也有这个病 因为我不是百毒不侵 我会想说我有这个病 不是说为了说 真的有试过这些病 那我就会发觉 发觉 为什么大家都不说多一点 说多一点 而且用自己的角度来说 譬如我患了新冠 那一刻多重要 那一刻很厉害 有些人就不说 我也中过 但是不是很厉害 我4月的时候中的 4、5月中 只打了针 就可以就不是很厉害 你又怎样知道 你不打了针又是不很厉害 可能根本你中就是不厉害 你不知道的 你又没得分 你没得分自己 没得分自己是怎样的 所以现在大家很害怕 大陆那些走进来会怎样的 其实他们又是有新冠 不过是迟些的版本 然后我们根本就 那些鹿都有新冠 八成的鹿都有新冠 所以这个最后 是可以怎么避免 没得避免的 是迟早大家都会感染 很多很多次 很多重复的 你最重要是 不要等到有病 才叫做reactive healing 你最重要是proactive 你譬如现在 我帮你打了一支定心丸 就是你无论如何 你应该出碟 应该出歌 因为 因为你的声音 是大家听惯了 不是说笑 这些呢 是啊 是啊 为什么有广告 哎呀 我不跟你说 因为我要搞新闻的东西 你看多出名 多厉害 每天都要找你来 要搞新闻 没有别人去代替你 是吧 好吧 我祝你新年快乐 祝你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 明年见 对了 希望可以明年见 没错 怎会希望一定呢 一定的吗 没有东西是可以一定的 不过 有没有意外 一定的 没有意外 一定 明年见 好 明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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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就有一年了 那好吧 我和大家在这里说拜拜 那就 那就 2023年见了 身体健康 拜拜